5 4 3 2 1 2019亚洲教育杯总决赛之夜 于2020年1月10日正式开赛 敬请期待 新加坡资深分析师陈俊伟 2016年创办个人外汇培训项目 开启创业之路 以一位独立外汇导师身份 进行紧密指导式外汇培训 2017年合作国际某知名外汇平台 负责线上和实体讲座与外汇交易培训 2018年参加中国首档金融分析师真人秀节目 套普分析师并荣获全国12强 后加入原子资本 担任高级交易员 2019年继续创业之路 不断完善自身交易系统 致力于为金融市场输出更多优秀交易员 1月8日国际黄金开盘大幅上涨 突破1600美元 连续刷新近7年高位置1611.42美元 因周三早间伊朗称其已采取相关措施进行反击 美伊的紧张关系也抵消了欧美经济数据回暖的乐观影响 除关注风险事件新一轮消息以外 日内建议关注美国ADP数据和欧元区经济数据 突发的事件同时也影响到美元油行情 油价近日早间急速上涨 快速拉升至65.00关口上方 在过去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一直实施减产之后 OPEC有大量的闲置产能 而且美国最近在大约70年来 首次成为石油进出口国 尽管伊拉克石油生产尚未受到实质性影响 但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如果伊拉克遵守该国议会的投票结果 美国将对其实施严厉制裁 近几日英国与欧盟将举行新一轮贸易谈判 对于英镑和棒系品种可能受影响 出现异常剧烈的波动 此次开年大戏事发突然 后市交易者应该重点关注 哪些交易品种的交易机会 本期金融百老会 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加坡陈俊伟老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那今天想跟各位谈到一个重点商品 因为是黄金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去年2019年 在12月初的时候 我就跟各位谈到黄金的一个走势 就是说它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波 比较强势的一个上行的走势 所以当时我就跟各位谈到了 黄金当时已经进行了一个 将近三个月的下行震荡的走势了 那在震荡走势结束之后 就很有可能会出现一波 很强势的一个上行的趋势 那我们也知道黄金在圣诞节的前一天 就出现一波很强势的上行的走势 并且呢就已经突破了 这整个下行通道的顶部 然后呢在接下来呢 就是到了过了2019年结束之后 黄金的依然呢就是一直往上升 已经上升到了1570、80点了 OK所以呢 接下来黄金应该怎么去操作呢 各位可以看到黄金最高 几乎已经快到达1590了 但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看到的是 它也突破了之前四个月的一个前高点 大概是1553的价位 我当时就认为说 其实这已经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超买的现象 它很明确是一个超买的现象 在突破了这个价位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有一个很强势的一个范量 往上升了之后呢 它并且就开始一直往下的回踩 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子 去考虑一个入场点 我认为呢 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我这里标志的一个点位 这里是一个55均线 与布林带下方的一个交叉的一个结构区 OK 所以那个可以看的就是 这个蓝色的线就是55均线 那一旦当价格继续回踩 到了这个价位的时候呢 OK 55均线就很有可能快到达这个结构区了 同时呢布林带也会缩口嘛 所以到时候布林带的下方也会 就是跟这个55均线呢 出现一个交叉的一个现象 那根据之前环境在上升的时候呢 它基本上会一直在55均线的上方 得到一定的一个支撑 并且在突破新高 所以呢 目前来讲的话 各位如果说要考虑 在入产做多环境的话 那我认为在这1553跟1543的价格 的这个结构区间呢 可以去考虑 这次入产做多 那至于做多到哪个价位 其实也讲了很多遍 大概就是到1590 还有1620之间的这个区间 那既然还有点时间的话呢 我也想跟各位谈到另外一个重点商品 那就是美元兑日元 所以美元兑日元 我们来看一下 它目前的一个走势图 那这是一个周线的级别的走势图 那各位可以看到的是呢 美元兑日元之前 从2016年的7月份的时候 它就进行了一个什么 一个对称三角形的一个形态嘛 那一直到了大概去年 6月份的时候 就开始出现了突破的现象 底部就开始被突破了 突破了之后 回踩受到阻力之后呢 又开始往下跌出一波 所以那在这里呢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说 其实美元兑日元的一个 整体的走势 可能已经开始偏向空头的趋势 那后续呢 大概是从8月份的时候 就一直进行一个 往上回升的一个行为 并且到达这个交叉口的时候呢 这里各位可以看到是一个三个月的下跌趋势线 OK 回踩之后 在这边受到阻力之后呢 OK 它就开始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动力 并且在出现那么大一个周线级别里面 出现那么大的一个阴烛的时候呢 它又再一次突破了一个上升趋势线 日线级别的一个上升趋势线 所以呢 关凭这三点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明确的说 美元的日元已经开始进入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了 所以之前也可以看到 OK 美元的日元当它开始下跌的时候呢 这是它总体整体的一个量 大概是花了一个三个月的时间 同样的这边也是 那至于会不会再出现一样同样的一个量呢 我觉得只要市场依然是处于避险群势的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 那日元自然还是会受到提升 更何况我们也知道美联储在今年来看的话呢 目前真的还不知道美国什么时候还有可能再继续的加息 所以关凭这一点呢 美元其实也是偏弱 那日元又偏强势的话 那自然而然美元对日元呢 基本面来看的话 应该是要走一个下跌的趋势 再结合目前这样的一个技术面来看的话呢 我觉得做空每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机会 好 那我们接下来到四小时级别来了解一下 操作的一个方法 那首先我们看 在四小时级别里面 OK已经出现了一个很明确的下跌趋势 所有的均线呢都已经开始往下 往下止了嘛 除了200均线还没有开始往下弯 但是呢 到达这个交位 这里有一个很比较强势的一个支撑 将近有从10月11月的时候到目前为止 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受到这支撑之后 它并且出现一波强势的一个回踩 那目前已经回踩到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结构区了 各位可以看到 这是突破点 在这边受到支撑之后又开始突破 因此呢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构区 那现在价格到达了这里之后呢 其实就很有可能呢 会在接下来呢 又继续的往下跌 只要它不突破蓝色这条线 55均线的话呢 并且保持在这个玻璃带的 的以内的话呢 还是会有一个很好的阻力 所以呢 其实在目前的价格来看呢 已经是可以考虑做空的 但如果说价格呢 又在继续的往上升的话呢 那当然目前来看 最高点是大概在108.65左右的价位 再继续上往上升的话 最高我是目前我来讲的话 我看到是108.52 这个价位就已经是很极端了 但如果他在突破的话呢 那最后我们可以考虑是109.2的价位 OK 但如果说真的突破到了这个价位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会 我们可能就需要再重新